今天清晨六点左右发生一起翻车意外 驾驶是这位穿白色上衣的男子 在大连路跟长平路口违规跨越双黄线 被警方拦减 不过他不但没有停车 还猛踩油门加速逃逸 结果在文兴路跟长平路口车速过快 导致这辆车自撞反复 那么除了驾驶以外 同行的女乘客也一度受困在车内 那么根据了解 车上的一男一女 是从驾驶座自行爬出脱困 而女乘客轻微擦措伤送一治疗 原来驾驶不愿意配合盘查 那么是因为他有喝酒 担心酒驾被查出来 不过最后下场 整辆车失控反复以外 还是被警方上口带回派出所